大家好 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的 千叉 大叶绿螺 现在呢 长出了不少的根系 长出根系 我们就可以把它移栽了 千叉25天 用 快速生根粉 浇过三次 这种生根粉呢 主要是含有 丰富的中微量元素 好 天然的活性 生根物质能促进 这些枝条 快速的 长出新根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土壤 我用的是 花生壳 是我这只 发酵所说好的 一份 加两份 专业的培育土 这种培育土呢 主要是泥炭为主 保水 保肥 富含有气质 加两份活杀 主要是 白雪 透气 有利于 绿螺的根系生长 直接混合就可以了 花盆呢 不用太大 用 原来的花盆就可以 把这个绿螺呢 竖起来 给它移栽 因为呢 已经长出了不少的 新根系 接下来 我们 给它浇 丁根水 添加一勺 快速生根粉 一勺 充分地搅拌均匀 给它浇透 这种生根粉呢 含有天然的活性 生根物质 能促进植物呢 快速的 长根 然后呢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 良好的地方 养护一段时间 等它逐渐的 长出新芽了 把它放在 有散射光的地方 养护 好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